朋友好啊 我都快睡了 现在是末尔本时间的晚上十点半 看到了李光满先生的文字 我觉得有必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科里米亚大桥被炸 俄乌战争将走向何方 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吗 李光满先生说 10月8日连接科里米亚半岛的克制海峡大桥 遭导弹袭袭击 这确认是导弹袭击 造成了通往科里米亚的铁路公路交通中断 爆炸发生的时候 一类正在行驶在桥上的油罐车 爆炸起火 铁路油罐车 公路桥也被炸了三个桥跨 有两个桥面先后坠入海中 那么这个呢 这座大桥呢 是这个科里米亚并入了俄罗斯版图之后 俄罗斯在2015年开始建设 18年通车的 有两大战略功能 一个是连接俄罗斯和科里米亚的公路铁路交通 使科里米亚和俄罗斯形成一体 二是从战略上封锁乌克兰在克赤海峡的出海口 从而使整个的克赤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海 那几个月前 乌克兰就曾经威胁要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手 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乌克兰在赫尔松州对俄军发动反攻 克里米亚大半岛 使俄军在赫尔松州的大后方 炸毁这些大桥 将使俄军失去后方 没有后方支撑的赫尔松的俄军 难以持久抵抗乌军的进攻 可能促使俄军溃败 二呢 是俄罗斯刚刚完成了乌克兰四地入俄公投 并入了俄罗斯的法律手段 也都履行完了 这个时候炸了个大桥 不仅有增强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打击俄罗斯战争信心的作用 而且还有配合 从195到红利曼 再到赫尔松战略大反攻的战略作用 米光瓦先生接着分析 他说大桥被炸以后 俄罗斯会采取怎样的反制行动呢 这个 随着乌克兰四地病入俄罗斯版图和大桥被炸 以及10月5号普京签署 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列入俄罗斯联邦资产的总统令等事件的发生 那么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俄罗斯正承担起一个更为沉重的任务 并承受更大的战略压力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将新入俄的领土 视同俄罗斯领土一样保卫 普京在签署四地入俄条约的时候 曾经说 这个四个地区的居民将永远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我们将采取掌握的所有手段来保卫我们的土地 并将努力 尽一切努力 保护我们的人民 说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 这里的退路不仅是指在赫尔松的俄军没有了大户方和退路 更是指俄罗斯在保卫克里米亚和刚刚 遍入俄罗斯版图的这个四个州的新领土方面 没有退路 俄罗斯曾经警告乌克兰 说如果克里米亚大桥遭到攻击 末日审判将迅速且猛烈的到来 这曾经有个这样严厉的警告的 那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俄罗斯到底会如何对乌克兰进行末日审判呢 10月5号上官新闻转引 泰伍士报 泰伍士时报报道说 普京向乌克兰前线派出了一辆核战争军用列车 车上设备归俄罗斯国防部第12管理总局所有 该总局负责存储存 维护运输发放中央核武器 储存设施中的核弹药 为乌克兰冲突的重大升级做准备 俄罗斯这个核列车这个事这两天吵得挺热 最近西方媒体都在报道一个消息 说俄罗斯的核潜艇比尔戈德罗号 已经从北极圈内的基地消失了 可能正在前往卡拉海测试有末日核武器之称的 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途中 俄罗斯计划测试的波赛东超级鱼雷 被称为世界末日的武器 10月7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言论 他说北约应该怎么做呢 使俄罗斯无法使用核武器 重要的是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进行预防性打击 以便让俄罗斯人知道 如果他们使用核武器会发生什么 俄罗斯主流媒体称泽连斯基对俄罗斯进行预防性核打击的言辞 是在呼吁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 将造成不可预测可怕的后果 美国媒体报道说拜登10月6号表示 由于在乌克兰的损失 俄罗斯官员讨论可能使用战术和武器 目前世界末日的风险达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高水平 拜登说自从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我们还没有面临过世界末日的前景 他警告说使用低当量战术武器 可能迅速的失控造成全球毁灭 他说他不认为有轻易使用战术和武器 而不以世界末日告终的可能 他那意思就是你只要使用战术和武器 世界末日就来临了 10月4号 布林肯宣布拜登授权对乌克兰额外提供6.25亿美元的援助 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 更多的榴弹炮和弹药以及装甲车等等 美国一面警告我们正在面临世界末日的风险 一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援助 这到底是要制止这场世界末日的灾难呢 还是要加速 这场世界末日的灾难 现在不是不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而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整个西方之间的战争 俄罗斯所面对的不仅是乌克兰 而是整个北约以及整个西方世界 持续八个多月的俄国战争 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如意 一个是受制裁 国家能力能不能支撑这场持久战 俄军在战略思想军事思维武器装备等方面 和现代战争相比 也显出了落伍的那部分 加上多次的战略失误和战场失利 特别是前些天 这个195和红利曼两大战略要地交通输友失利之后 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金元 特别是越来越多更先进的武器 进入乌克兰战场 使得俄罗斯无以应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 俄罗斯到底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 俄罗斯靠什么守护俄罗斯的新的领土 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对策有什么呢 李光玛先生分析 一是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也就是对包括基辅在内整个乌克兰的城市 公共设施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彻底摧毁乌克兰的电力 通讯交通 供水 能源设施 政府办公大楼等等 打击和摧毁乌克兰政府和民众的抵抗意志 这是一种可能的对策 第二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 对乌克兰民众和乌军造成心理震慑 或者宣布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 发动核打击 如对美国英国等国直接宣布将是俄罗斯 等国直接宣布说英国和美国将是俄罗斯首批核打击的目标国家 那么如此呢 那就必将引发全球的核战争 世界末日就真的到来了 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将被拖进核战争的巨大灾难之中 普京曾说了 俄罗斯没有了 俄罗斯都没有了 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 现在拜登最好把这句话当真 不要把俄罗斯逼到只有打核战这一条路上去 那必是两败俱伤 甚至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陷入巨大的灾难 从美国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我们看到了拜登就是要将俄罗斯逼上绝路的意图 现在克里亚大桥被炸 又让我们看到美国这种要将战略对手赶尽杀绝的意图 或许这就是战争 李光芒先生问了 一战二战怎么爆发呢 人类能不反思吗 怎么还不反思呢 现在我们是否要眼睁睁看着人类的第一场世界性核大战爆发呢 这不是赌场 大国不应该成为赌徒 俄罗斯是和美国一样拥有世界上最多核武器的国家 美俄之间以核战争对赌真的有赢家了 核战争真符合他们的利益吗 随着北七天气管道克里亚大桥被炸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极端危险的状态 前路或许就是世界末日 我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生存的地球 我们生活的家园被这些政治赌徒带进一场核毁灭的灾难吗 这个冬天不好过 这个冬天寒冷的冬天里能打一场热核的战争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地球可真他妈就够恰了 吃门以待吧 谢谢大家